《宫柱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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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古代 中国人将独自发源入海的河流称为独 积水与长江、黄河和淮水 合称四独 积水的源头 滋养了早期中原文明的中心之一 积水的起源地、积元及其流经的积南、积阳、积宁等地 都以它们特有的名称记录着曾经广阔绵长的积水流域 古时 积水在河南行阳一带流入黄河 而当时 隔河南部有从黄河分出来的一条支流 古人就把它视为积水的下游 积水上游是清澈的 黄河水是浑浊的 但从黄河分出来的积水下游又是清澈的 因此 积水以结合不着的高洁品格而著称 被誉为清几 并被封为清源宫 关于这一神秘的现象 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经过多年考察 发现其主要原因是行则和聚野则两大湖泊的泥沙沉淀作用 然而 由于黄河改道和泥沙淤积等原因 积水在汉代之后逐渐断流 积水久已消失 现在黄河下游的河道便是原来积水的河道 但积水始终与黄河、长江、淮河一起并称四毒 收到历代朝廷的隆重祭祀 传统国家对四毒的祭祀始于汉代 汉宣帝神绝元年后成为长治 当时对几毒的祭祀在山东临翼 随代将祭祀地点移至几元 并于开皇二年兴建几毒庙 随后 随后唐代还将一直为有明确祭祀地点的北海祭祀移至几毒庙 唐德宗真元十三年 在几毒庙后方修建了北海祠 几毒庙历经宋、元、明、清的历朝扩建 形成了一个庞大而壮观的建筑群 几毒庙位于几元市庙街 现存宋代以来的古建筑三十余座 是河南省现存最大的古代建筑群落 几毒庙分为四个区域 前为几毒庙 祭祀集水神 后为北海祠 祭祀北海神 东为玉香苑 为古代祭水钦差休息之所 西为天庆宫 包括祭祀玉皇大帝的玉皇殿 以及管理几毒庙的道士居住之所 走进几毒庙 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一座雄伟巍峨的大门 称为清元洞府门 积水神在唐代被封为清元宫 宋代又被封为清元忠户王 山门即由此得名 走进清元洞府门 迎面是一条长一百七十九米 宽三米的涌道 两侧整齐地种植着柏树 显得庄严肃木 顺着涌道往前走 就到了几毒庙中轴线上的第二道门 清元门 清元寓意清己之源 清澈一直是历代文人 欧歌积水的主题 此门于明代中期重建 门内四尊道教护法神像 手持兵器 栩栩如生 清元门 清元门与第三道门 渊德门之间 形成了一个横向展开的空间 古代祭祖的队伍走到这里 开始举行一些附属祭祀和准备活动 清元门内 东西两侧 耸立着两座巨大的碑亭 西侧碑亭存放的是明代鸿武三年的大明赵纸碑 内容为明太祖朱元章 为照正天下山川等神号称谓 而颁布的一道圣旨 东侧碑亭存放的是 几独北海庙图治碑 此碑堪亭存放的是明天顺四年 该碑图文并茂 展现了明代中期几独庙的盛况 碑的中部为几独庙的布局图 碑的下部是质文 在碑的侧面 还刻有目前所知的唯一的集水神像图 继续向前走进渊德门 映入眼帘的便是广阔的朗院 这是中国传统上 国家举行几独祭祀的最核心的神圣空间 整个空间以渊德大殿遗址 和寝宫构成的宫字形建筑为中心 玉香殿和天庆宫对称分布在回廊东西两侧 渊德殿与渊德门之间的空间 呈横向举行展开 在此进行的是整个祭祀活动的主题和高潮 祭拜几独神 渊德大殿是几独庙的主殿和中心点 现在大殿已经损毁 但残留的基址仍令人想象其当年的宏大 此殿建于北宋初期 历代重修 两侧各有配殿三间 东为援军殿 西为三独殿 渊德殿是几独神朝政的殿堂 寝宫则是几独神下榻的所在 寝宫内供奉集水神的睡相和集水神的三位夫人 遗憾的是 我们此次考察正好遇到寝宫大修 宫殿外部的建筑格局和宫殿内部的神像 悲客都无缘观看 由寝宫向北就到了临渊门 这也意味着北海祠建筑群的开始 传统国家山川祭祀的岳镇海独钟之四海 汉代已经出现 北海为四海之一 唐代天宝年间被封为北海广泽王 北海在中国古代所指模糊 一直没有明确的地点而难于祭祀 从唐天宝六年开始 北海祭祀被赋予几独庙 在此举行旺祭祀 临渊门之后是北海祠的主要祭祀空间 所有建筑都围绕几独池布局 几独池分东西二池 两池之水由墙外泉源流入汇聚而形成 二池间有石桥和桥亭将两池分隔开来 又以拱门将二池连通起来 冬池的四周有三座石桥均为宋代建筑 几独庙现存唐代以来的历代碑刻多达一百六十多通 这些碑刻讲述发生在几独庙的传说 记载几独庙曾经的盛况 描述朝廷祭祀祭祀的过程等 内容极为丰富 对研究几独庙的历史 以及中国传统国家祭祀和民间信仰 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星移斗转 沧海丧田 尽管积水的河道已经消失 但是因积水而兴起的几独庙 却屹立千年 这座承载了积水灿烂悠久闻名的祭祀场所 成为几园地区千百年来的文化之魂 积水 几园 几独庙 交相辉映 为中原这片土地留下了深厚的历史积淀 和人文底蕴 如今的几独庙 由道教华山派所掌管 考察团成员填海教授 对祝庙道士进行了采访 初一十五都是本地的这些村民过来 来教授 来竞争 中国人非常看见 初一十五 距离也看了 感觉他这个 因为一切变成 对对对 国家地势 这个地外水晨的地区 对不来的话 要看这个地区 在那里面好像几百岁 所以那个 求云 所以 给他们不是可以相处的 成员 有什么 那里有什么 什么 比如说他们要求孙 孙男孩 因为 因为这些道教 咱们道教 它有 就是双门的 风险 比如说它要求子了 有这个 广生爷 广生奶奶 他要求长生了 后面就是南极长生大帝 对 他也求长生 你像这是 玉皇大帝 它是老天爷嘛 对 老天爷就是 它是管理 天地人三财 就是四生六 中文字幕并且许古卖 存在 小伙子 并且许古卖 中文字幕并且许古卖 许古卖 。。。。。。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